我跟师父怎么认识 这个是摸纳如刀在身 其实我去赌神学师 我师父去赌的时候 他就要毕业了 就是他隔一点才不要赌 那我进去的时候 我去财经历 他丢着 他岁数比较小 但是他 因为我还是七岁进去 然后我跟他认识 就是大概在我一年级去的时候 刚好那个时候 我也是我失恋的时候 我去学校的时候 我有一个最好的 就是银行人 大概我读了上学期的 大概第二个月的时候 我那个女朋友 也是因为是家庭的关系 然后就他结婚 他结婚的不是我 就是我要跟他结婚 当时他跟我讲说我要结婚 我以为说他要跟我结婚 结果他就跟我讲这种 因为什么关系的 然后他就结婚了 那我后来就失恋了 失恋的过程里面 我就有心思 因为我当时在读那个学校 是我在读音乐系 刚刚就是深乐观的音乐系 也不是因为我跟我女朋友分开 或者我没有练习 那过程很长 那就是 我跟我生母认识是 有一次我晚上睡觉的时候 有一个我同学是跟他同村的 可是那天晚上之 我梦到两个女孩子 就是一个是我以前女朋友 那个已经结婚的 另外一个是我的师妹 那天我跟我的那个什么 我跟我那个以前的女朋友 讲的时候 你愿意不愿意嫁给我 这样 结果那个女朋友 我结婚的那个女朋友 他说我不要嫁给你 这样他就转掉了 他就莫名其妙 我觉得奇怪 怎么有一个穿白沙的女孩子 是我师母的脸在我的前面 刚刚我就在前面的时候 他说你不是要结婚 你不是要取信仰吗 我在这个地方 我觉得奇怪 我还没有认识他 我去学校 还没有 真的一句话都还没有谈过 也没有聊过 就是在梦里面 他就出现叛叛白沙 所以我刚才早上起来的时候 我就跟他那个 就是 他跟他同村的 我跟他讲说 诶 那个宋女儿 他怎么出现 在你的面前 他就在台山 要跟我结婚 这样 那我讲一讲 就是没有 没有 没有 没有什么 结果我的同学就 就 他就跟他讲 说什么 他跟我在梦里面 见面 他说的 然后他所有的行程 要跟我谈恋爱的 都是他在帮我们弄的 这样 所以我们就这样 我们就这样认识了 所以 我觉得 我跟他的那个什么 是教受 那个结婚的方式 我是在梦里面结婚 结婚成为夫妻 所以就是这么 就是这么奇妙 那后面的过程就是 当我跟他开始出去 就是约会的时候 然后去旅游的时候 我就一直守着他 因为他长得真的很漂亮 那当时 我的年纪也是已经27岁了 我27岁 如果 如果再没有结婚的话 不管 所以他 那么说 我在学校 只要有男孩子到他的身边 我就 我就会晚上 去找那个男 那有一个 他跟他 跟他同班同学 他刚好金门回来 就是金门回来 不然退伍回来 他来 他回到学校的时候 其实那个男人 也有喜欢我的师母 他晚上有一次 要约他去看电影 他真的去哦 然后我就从上面 看他们两个 到那边起伏了 这样走下去 然后回去 然后 他们 我大概时间是因为 他们是10点 会回到宿舍 然后到宿舍的时候 我就到那个宿舍 那个底下 我就在那边等 等刚好车子来的时候 我看到他 你去哪里 好 那下道啊 因为我多热房费 他说没有啦 我跟朋友 我跟他讲 我说那个男人是谁 在一起 我都猜 那个男人是谁 然后我又送他去了 然后 有天我去找那个男人 你怎么带我的女朋友 去看电影 这样 然后那个男人 跟我讲说 大家都有机会 那我跟他讲 那你试试看 大家 然后到这样的时候 我觉得他们 就是一个已经被我罵了 其他的要来追他 我就不敢来追他 所以他毕业的时候 他毕业的时候 我又休息一年 然后我也要去追他 我也要保护他这样 我发现他没有问题的时候 我就跑到学校去读 然后再回来 又休息 然后又跟他结婚 所以我那个过程 也是非常巧妙 所以这个问题 大概就是这样的 我会在这位一幕 吗 我会 我会 能不能